吃饭了 吃饭了 作者张丽萍 星期天 妈妈做好了晚饭 有米饭 青菜 和鱼 妈妈在饭桌上 摆好了碗 摆好了筷子 这时 爸爸妈妈和小龙 都在忙自己的事 只有小猫 静静地睡在饭厅里 吃饭了 妈妈说 爸爸在书房里看书 姐姐在卧室里画画 小龙在客厅里玩游戏 吃饭了 妈妈大声说 爸爸姐姐和小龙 还在忙 吃饭了 妈妈妈大声喊 爸爸 姐姐和小龙 还在忙 妈妈生气了 妈妈到书房 拿走了爸爸的书 妈妈妈到卧室 拿走了姐姐的笔 妈妈到客厅 拿走了小龙的游戏机 爸爸妈妈姐姐和小龙 来到了饭厅 天哪 小猫已经把鱼都吃光了